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对一切拥有二级或以上许可权的人员开放 所有与SCP-085 进行交流的人员应在进入及离开受容区域时受到搜查及常规精神分析 严禁将任何纸张或画布带领SCP-085 的保管区域 任何废弃纸张都必须在经过严格审查后以焚烧的方式处理掉 纸张和绘画用品只允许由被授权人员带入 发生火灾时 火焰会被快速空气置换及二氧化碳释放系统扑灭 建议人员在发现火焰或烟雾的第一时间 从墙上取下氧气面罩和氧气管以防窒息 因为此程序在火焰扑灭前无法终止 描述 ASCP-085 是ASCP-067 与ASCP-914 的一次交叉试验产物 试验中测试对象 E-01F 使用ASCP-067 描绘了一幅女性原像 高约15公分 宽约3.8公分 身穿下裙 长发在脑后竖成马尾 底下写有名字 Cassandra 博士提议使用ASCP-914不同的加工档次 来测试ASCP-067所创造的图像 在金加工档下 Cassandra的素描变成了她现在的样子 一位由干脆的线条勾勒出的黑白年轻女性 拥有生命和知觉 复制这个试验结果的更多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ASCP-085 更愿意被称作Cassie 她拥有完整的知觉 并且自...起 获知了她的二维形态及其在三维世界中的局限性 即使她的声音无法被听见 她已经学会通过手语与书写 和ASCP基金会沟通 可以通过在ASCP-085存在的纸张上书写文字与她交流 据人员报告称 她尽管孤独一人 却友善而积极 ASCP-085能与同一页纸上的任何物体互动 最好像他们是真的一样 例如 她能穿上画出来的裙子 开素描车 喝上色的饮料 除去动物和人 任何被画出来的物体 在原ASCP-085接触时都活动起来 但一旦离开它就立刻停止活动 并保持其位置 原先就呈现运动状态的物体 例如海浪和摇摆的树 人保持平衡状态直到被ASCP-085启动 ASCP-085一被证明 用在同一平面上的图像间愿意转移的能力 当ASCP-085进入一张不存在物体的图片 例如一个重复的图案时 图片变成了背景 ASCP-085将该图片视为充满其上图案的无限空间 现在 ASCP-085只能存在于纸直和画布上 ASCP-085不能移动到照片、纸板、玻璃或羊皮纸上 当进入其他艺术作品时 ASCP-085呈现出了形象 与新环境的艺术风格一致 不论那是漫画、油画、水彩或木炭画 注视 在漫画形式中 它的声音和想法会以典型的漫画方式 出现在围绕它头顶上的对话方块中 通过这种方法 它的声音得以被听见 在分镜间移动时 透镜和它的相对尺寸都精确地改变了 文件085之一 向其介绍多幅莫里兹·科内利斯爱学的作品 Cassandra 这位叫做上下阶梯 你觉得它怎么样? 我觉得斑美的 是条优秀的锻炼步道 你没发现这楼梯的任何违和之处吗? 没有 我只知道它持续不断地重复着上行、下行 为什么不把更多的楼梯做成这样呢? 这实在美妙期了 在这段对话后 SCP-085要求在它身边增设一些不可能存在的物品 该请求正在等待欧武审核 文件085之二 事故085之A 在 前 SCP-085并未认识到它在三维世界中以二维形态存在 基本安全协议要求 SCP-085对其本性保持未知 以避免其心理困扰 将与SCP-085所知的真实世界 不一致之处描述为幻想或噩梦 并努力使其相信自己是一个末日后世界里唯一的幸存者 正在寻找同胞 骗局很快在接下来的一次事故中被揭穿 当时SCP基金会的研究员 凑巧将一份关于SCP-085特殊收容措施的列印稿 带入了收容设施 并使它能够与SCP-085的当前委职接触 SCP-085在研究员能够移开文档前转移过去 并立刻获知了自己的真实性质 由于这种措施被破坏 几位研究员立刻主张将其摧毁 该决定被提诉至欧五委员会 并在从 到 的决议中 批准SCP-085继续存在 自它的真实性质被揭露后 观察者注意到SCP-085 开始表现出临床忧郁症的症状 有人提议过心理治疗 但该造物存在状态的性质 使这成为一件难事 向SCP-085提供明确手段 以使它转移对其处境的注意力 取得部分成功 除上述试错觉外 SCP-085还表现出对一份 1964年福特野马敞逢风车的技术图纸的兴趣 它将部件分别转换为更真实的原图 并用一年时间组装了该车 系由由一名诺曼洛克维尔 所绘制的加油站服务员提供 就此性质 进行进一步注意力转移的请求 正在等待欧武级别参与的极批准 以上就是SCP-085 简单来说 SCP-085就是一个女人的素描 具有生命和知觉 它能进入到其他画中 并能与画中的物体互动 SCP-085需要SCP-067和SCP-914 制造出来的SCP SCP-067是一支钢笔 握住它的人会失去手臂的控制权 手会开始自动书写的创作 书写的内容包括详细的自传 生命中发生的事故 或是复杂的艺术作品 SCP-914是一个重达树盾 占地18平方公尺的巨型发条装置 具有输入、输出两个隔间 中间有个旋钮 具有五个刻度 粗加工、半粗加工 1比1、金加工、超金加工 将东西放入隔间后 SCP-914会输出材质相同的其他物品 随着刻度的调高 完成品也越精致 而超金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 通常都带有异常性质 SCP-085就是SCP-067画出的图 经过金加工而产生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